好收盘呢 今天是周一5月20号 我们来做一个收评 那我们先看一下大盘 我记得周五 视频的话就不用说了 周五在文字版的话 我专门还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大盘够强势的话 周一那么的话就用什么 能够出现一个向上的跳空 这是属于最强的方式 这一句话在文字版里面 我还专门用红字来标注了 对吧 文章还在那里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一下 那么今天的大盘呢 就如期出了一个跳空 但是对吧 我们就最怕这个但是 它在这里的高位啊 它搞了一天都在这里高位横盘 对吧 也没有出现一个大涨 那为什么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呢 是来自于什么 它来自于这里面有个瓜娃子 它不听话 它没有配合 我们看一下啊 从涨幅来看的话 就指数而言 今天涨的主要是来自于权重 对吧 大家也可以看到有色煤炭石油 煤飞色五 那有色不用讲 这个里面是牵涉到了有一个概念 大家也知道是吧 黄金 那我们待会再讲 那关键是哪个坏蛋在这里搞事呢 就是这个瓜娃子 这个证券 它的早盘它也是响应了 来了一个急速的什么冲高 结果冲高之后形成了一峰比一峰低 随后还跌破了黄线 它是不是 然后上涨是不是受制于黄线 然后它就一路下来了 它就给大盘抹了黑 拖了后腿 就是这个瓜娃子 而且斜直到收盘呢 它是不是还没过它的二一位啊 未过鬼门关 所以这里它只是一个基因次扬 那正讲的基因次扬 是指的在这一段的下跌的途中 如果您把它看得更大一点 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这一段的下跌途中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不是破的底啊 对吧 那破的底前面就不用看 这个都是废盘 没有用 那就只有不破它 然后再起注 然后过鬼门关 才能够上看石顶 它雄起 才能够什么 助推于大盘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里面的话 像周末的话 有一个朋友他留言 他说保险 金融类的话 确实保险是很重要 但是保险在整体上的 这个金融的里面 它占的权重并不高 虽然它里面有大盘难筹 对吧 它有中国平安 但整体它的体量小了点 我指的就是说 你比如像对待于像 加持基金那种 现在已经接近于 几千亿的那个规格的 它的那个体量 对吧 更何况我们整个的主权基金 它的体量更大 所以的话 它需要要有一定的什么 就有一定的这个体量 能够融载这些资金 你可以把它比喻为什么 每一个板块 它是一个池塘 你如果哥斯拉进来的话 那小池塘的话 是容纳不下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考虑 它的一个体量的问题 好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一个大盘目前的情况 那今天是如期出了一个跳空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出现一个大洋 相反 它的实体是不是比这里还小 所以后面我们还要看一下证券 那当然 从量价结构上面去看 前面这一段我们暂时可以不用去看 我们关键的是什么 就定好了它 因为它如果形成王牌 这是第一天 是不是还需要两天的确认 那只要什么 我们讲究一柱一线 只要不破它的底 然后出了阳 假如这个后面出了阴呢 你想 这是假如 假如它在这里出了阴 我们也不用去画画两根的 总之就是说 它只要不破底 出了阳 又盖了阴 是不是就是OK的 所以这里是讲的一个大盘 目前的一个情况 所以整体上而言 你想一下 当初这里是回调 是否讲过 回调归回调 是不是不影响我们操作个股 那目前来看的话 它暂时也没有指数的一个破位的大跌 来影响我们操作个股吧 真的到那个区间 我们再小心 来得及 好吧 好 再讲的一个大盘 那大盘今天我们说了 主要是来自于权重的一个拉伸 但是整体上都不是太给力 真正的涨停的加速的这个里面 它是来自于化工 有色元器件 当然还有下面的建筑 以及互联网房地产 在这个当中 我们近期的权重的话 尽量的话说了 要多看一下房地产 因为社长认为它有持续性 好吧 这个地方出高量 很正常 为什么筹码转移到了这里来了 那市场也有资金进来了 但是它进来的 那不是游资 它不是游资 它就不会什么 这样去走 因为这是一个地产板块 它不是一只个股 所以它在这里就会折腾 那我们也讲过 这个地方不要让大家追高 那关键的标准是什么 是高量的顶底之间 那这个就叫做标准 您看一下今天的开盘是多少 请问它是不是属于一个跳空音 对吧 那你就起码就不要指望什么 就不要指望它今天能够大涨 然后切换到分时里面 那你也可以看到 整个在这么长的开盘定势的当中 这个黄线 它是没有足迹足迹的往上走 这个临轴在这里 那你就知道肯定是一个妥妥的 富的分时 它今天一定是看调整 看跌的 而不是看涨的 对吧 所以即便这个白线在这里急冲 跟这个黄线拉开这么宽的距离 那你就知道它必然会回落 结果它还回落过的头 对吧 它跌破了黄线 然后受制于黄线在这里横盘 所以这个房地产它的后面 我们是可以低息 可以去跟踪的 但是整体而言 目前最大的一个变数 我们就多看一看 除了两星之外 我们多盯一盯房地产 它后面应该还会有机会 这个是维持周五的这个观点不变 好吧 然后概念板块 刚才说了 那有色涨的话 是不是这里有一个黄金概念 黄金概念是不是射手之前就提示过 对吧 当然我们不追高 那会涨到天上去了 你也不是什么 中国黄金里面的中国大妈 你也不会去接盘 但是我们懂得去低息 等它出什么 出建构 这个建构的东西 在个股里面也很重要 我们待会会讲 那它在这里有了建构 就必然会有一个上涨 那大家去想一下 如果我们只是说这个板块 然后第二天所有的板块 都是这样涨 那射手也没有这个本事吧 它有更多的是什么 它有更多的 它是回调 然后给我们低息的机会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 它才会有这种连扬的走势 对不对 这个咱们要实话实说 要客观一点 所以关键 你要能够听得懂 那黄金概念的话 那今天上涨的话 它能不能够持续 是不是关键 还是在于这里的压力 那这个地方 不过它是不是也会呈现一个 逐击攻打的过程 对吧 这是所有 不管是板块指数 还是个股都是一样的 这个道理 或者说这个主控 你是要看得懂的 芯片今天冒了一下头 然后的话 新型城市 这个还是跟随着房地产的 包括什么物业管理概念等等 所以我们依然除了两性之外 还是重点的 关注一下房地产的后续 好吧 射手认为它的估值够低 位置够低 足够吸引什么 它的体量也足够吸引 比较大的一个资金 所以这个后面肯定还会有戏 所以我们可以着重的到里面 去选一选余 好 再讲一下个股吧 好吧 我们讲一下个股的东西 这个中间还牵涉到 有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既然先讲 就讲这只票吧 那这个票的话 它就是属于一种什么 奥底涛金 对不对 那奥底涛金的话 我们是懂得去画金阶 懂得去看刹车与换挡的 这个在五个标准的必修课程里面 是有一个清楚的界定的 那对于新来的朋友 至少你也学会什么 学会看底 什么叫做底 就是那个阴线 它跌出来的最低的位置 就叫做底 那这个底不能够被破坏 所以的话你从这里去看 那起码的话 我们发现什么 它在这里是不是真底 它在抬高 所以当这个地方下跌的时候 您说可不可以跌破前面的这个底 是不是就要防打结了 如果跌破了这个底 它就不能够跌破这个底 那不能够跌破这个底 只是第一个基因 需不需要符合第二个基因的阳线去盖阴线才行 所以它就需要阳线盖的阴线 才是一个什么 向上趋势的一个确认 那既然出现了一个向上的趋势的确认 那你想一下 那这个凹峰它要不要被突破才行 是不是这个凹峰就一定要被突破 所以我们就看到它 这个凹峰该如何去被突破 你看它在这里是不是就过了这个凹峰 并且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 向上的跳空 那它是不是一个元帅呢 那再往上呢 那是不是又来了一个元帅呢 那站稳了凹峰 这个叫做什么 过不是过 是不是要回踩不破 它回踩没有破 之后呢 板块有峰 它是不是就来了一个板 当然我们说了 这个涨不涨停 它是主力的事 但是这个通过我们的战法 通过我们学的刹车三步曲也好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基础知识 我们是不是它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整体上而言 它在之前的这个位置上面 是不是相对处于的是一个低位 是一个凹底掏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即便就是现在这个涨停 它这个大的凹峰 你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里 而这个大的凹峰 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一根高亮珠 那最终能否把这里突破 是不是才可以上看 否则它是不是也在这里 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呢 这就是我们讲的什么 看长做短 对不对 就是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吧 所以你要能够看得懂 好吧 好 那说完了它的话 它属于清新城镇与建筑 建筑的话 事实上也讲过 我们不追房地产值低息的话 那另外还有一个板块可以看一下 就是什么 就是建筑 所以的话 您看一下 那建筑的话 今天它是不是还在继续 哎呀 这里建筑不好找 我们到这边去找 可能好一些 容易找到一些 对吧 它就还在上涨的途中 它今天还是收的阴线 但它的板块里面会有个股 好 那另外 那我们去看这个票 那你想 这个票的话 是不是相对来说 比刚才那个就更强一些 为什么 因为通过基因次元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质量 在刹车的里面 有掌停板 然后呢 这个是怎么跌下来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怎么去确认的 然后它又是一个高亮柱 随后又站稳了这个高亮顶 并且呢 回踩都未破高亮顶 然后又出了一个什么 又出了一个掌停板的换挡 那一旦我们复盘 发现的是这样的票 那难道不跟踪吗 那这样的票 您不去跟踪 您需要跟踪什么样的票呢 对不对 好 那刚才也讲了 一个基础的最基础的知识 我不会画进阶 我至少要学会看底 那您说 它的回调 是不是只要不破这个底 就是OK的 同时它是不是 有一个小小的跳空 让它成为了一个什么 成为了一个音源帅 对吧 它是一个音源帅吧 因为你的软件上面 是不是有跳空啊 好 所以那我们接着看 那它就下来了 整理上它就下来的话 你想它有没有成为一个王牌柱 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王牌柱 因为王牌键等三天 三五八天 方向选 一二三天 有没有跌破它的顶 它就成为了一个什么 它就成为了一个黄金柱 那靠近什么 黄金线的调整 是介入的良机 而远离黄金线的拉伸 是不是是迈出的良机 那它在这里 有序的缩量三一二一 其目的 是不是至少应该 把这个凹峰给突破掉 那所以呢 它是不是今天就拿了一个 回踩黄金线 掌停板过凹峰 那所有的东西 您看 是不是有法可循 有理有据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战法 是不是就是教你们的 这个平时的这个战法里面的 好 那同样 那之前社长也讲过 关于这个黄金概念 对吧 那黄金概念的话 它板块有风 那这个票很明显 我们把下面的限区的 它就是处于一个什么 高位宽幅震荡 高位宽幅震荡 常态来说是很危险的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什么 喝茶看喜 如果是有的话 也应该什么 大比例的先去减仓 我躲过了大跌 是不是才好赚钱 你再有的话 我就什么 在这里去加仓 为什么 因为我前面盈利了 我才有勇气去加仓 我如果前面是亏损的 你哪来的勇气去加仓呢 对不对 好 那另外还有一点 如果我在这里减仓的仓位很轻 它一旦破了底 我是不是无条件的就出局了 对吧 因为后面就没有了 那如果是没有的 我是不是就要等待标准 好 那你看什么叫做标准 那第一的话 刚才教了大家看底 我们先甭管它的左侧涨了多高 它是从这里下跌下来的 我们就用这个全天后的战法来应付 那起码后面的回调是不是不可以跌破它 它有没有跌破 哦 那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刹车 那刹车之后 后面再回调 你想一下 是不是就不可能再去跌破这里的底了 你又跌回这里来的话 没有用 那还是一个底 你要足迹的抬高 那你最好是回踩这里 回踩这里 这才形成一个底底的再抬高 是吧 好 那我们后面接着看 它往回打 那往回打的话 那我们就看什么 我们就看这个缺 它能不能够守得住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缺口 向上的 那就看这个缺 它能不能够守得住 好 它连续的往上 在这里 是不是暂时还没有补这个缺 那它如果成为一个王牌 是不是也要需要三人的确认 如果不能确认 它就是一个废牌 对吧 把它的底给干掉的话 好 那我们接着看 这是一根假扬吧 但是是有序缩量的 也没有补这个缺 而且也没有破坏这个基柱 那我想请问一下 后面如果拿一个阳线 盖了阴线 是不是就OK了 这是不是跟刚才讲的案例一样的标准 盖哪根阴线 是不是应该盖它 因为是究竟对比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莫及 是不是源自于 这里有一个高亮的下方 还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 它在这里不能够连续往上 请问一下 这是否为温柔一刀 那温柔一刀 它不需要莫及吗 所以我们说宽幅震荡 常态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是要偏谨慎的 不论每个都会憋迫上轨上去的 它还会什么 它还会有憋迫下轨 又破位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讲究里面的一个具体的标准 但是从这一段来看 是不是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 因为它遵循着什么 真底它在抬高 而高点呢 它是不是足迹的在刷新呢 对吧 你就看得到这一点 所以当今天集合进家一开盘 它的板块又有风 黄金概念 对吧 然后又是有色 它是不是直接跳空到什么 这根阴的石顶之上 那过不是过 请问一下它有没有回踩 我把下面的线去掉 审得大家看不清楚 它有没有回踩不破掉头向上呢 我不知道我们只看事实 它最低是多少 这里最低是多少 对吧 这个就是讲的我们一个选股的一个标准 因为它还是什么 它还是一个20厘米的票 对吧 好 那同样 我们看这个票也是一样 它是不是也是在这里直别 也是在这里直别 而且的话 它在前面 是不是还有凶狠的洗盘 它有跌停 那跌停后面不能继续跌停 跌停后面又慢慢的爬上去 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控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有标准 我们就要把它的底 给慢慢的什么 一个一个的给撬出来 你不能够被跌破 OK 那你的第一个底就在这里 那你就万万不能破 我把它换成蓝色吧 这样的话 大家看得清楚一些 那第二个底 是不是就到这里来了 你说这里能不能够破 那就不能破 对吧 那你不能破的话 那紧跟着 我们是不是就要看第三个底 最好是要高于它 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难道不是因为 一来这个地方有一个亮堆 二来 请问这里是不是 它是这样杀下来的 那这个缺口对应的 是不是温柔一刀 那么你的这个中字柱 形成了一个凹锋 打了这个跌停 你最终是不是 是为了要去过这个跌停 否则怎么叫做侦察兵呢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它打回来 那在这里需不需要一个次阳的确认 它也未破底 对吧 那如果等来的是一根跳空阴 是不是就确认了 它就会要破底了 而如果是跳空阳呢 你就快跟上呗 所以它今天是不是一样 也来了一根中大阳 并且是不是就打过了侦察兵所侦察的位置了 对吧 但是上方 你看一下对应的还有没有压力 它还有压力 所以呢 这样的票我们不追高 指什么 指低吸 关键是你要能够看得懂节奏 好吧 所以整体上而言 大盘目前在这里虽然横盘了这么久 但是射手那时候就说过 当上升的空间被打开 我们就无忧可以安心的什么 金座个股 在这个当中就一定会出很多的牛股 那么目前的话 因为有些牛股 射手是不可能提前去说的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请拿了 为了保护他们的仓位 他很多都是私聊的 所以的话 我并没有把它给放到案例里面来 去进行讲解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在这里的话 基本上最近的这些牛股 实话实说 正单是有人请拿的 那正单怎么讲的 我在这里讲过 我们就不重复了 也不去说什么后事怎么怎么样 好 这是发生在今年夏天 刚刚来临的时候吧 好 那第二只这个票 我们也有同学请拿了 对吧 这个你们谁发的留言 你们谁发的私信 自己心里面都有底的 都是讨论过的票 对吧 实话实说 好 这个票也是一样 上周才刚刚讨论的 是吧 他们也是有同学请拿的 实话实说 这个票没有 我们没有朋友去参与了 因为没有任何人私信 讲到了这只票 所以这个票 我们是没有参与的 那这个票就不用说了 这也是有多位朋友 在这里提问讲的 对不对 保利迪 那百川就更加的 前面的留言里面 粘贴出来的都有多位朋友 是请拿过这个票的 所以整体上而言的话 您看一下 目前是不是这些牛 大部分的都被同学们给请拿了 那大家记住了 现在才刚刚什么 五月 还不是六月 大家不用着急 这样的牛股后面还有 所以关键是在于什么 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战法学习好 后面就能够派上用场 就能够请牛 再加上射手也会第一时间 跟大家把什么 牛股的池子给点出来 好吧 这样的话缩小 我们的范围与目标 就更加方便大家可以去捉鱼了 好了 那关于今天收屏的内容 我们暂时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